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欢迎收看2020年8月份的台湾汽车市场领牌数字的分析 那我们看到8月份的领牌数字是34846辆 那这个数字呢 代表有什么意义呢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成长 成长了45.4% 所以可以说相当相当的多 特别是现在全球疫情这么紧绷的状况之下 那前10名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名第二名但没有悬念 还是Toyota以及中华和米兹比许 前两名的名次呢 Toyota来说的话 它销售了9300台新车 那市占率跟上个月相比是有点下降 只有26.7% 跟上个月相比的话 它只做到了7成1左右的销售量 但是跟去年相比 有高达超过6成左右的成长 这也反映了整个市场成长的态势 那中华的话是贩售出3783台 行车市占率大概接近11%左右 那和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哇 成长非常的惊人 有接近倍数的成长哦 那跟上个月比的话 当然还是比较衰退的 大概上个月的7成6 那第三名是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 是Ford Ford呢在这个月销售出3263台新车 市占率一举冲到了9.4% 可以说表现非常的好 那这当然是库卡大量交车的结果 那等一下我们会在后面为大家分析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Ford做到了去年同期的233.6% 可以说是市场上成长率最高的 就算在跟上个月比大家都衰退的状况 Ford还是做到了上个月的111.1% 所以说表现可以说相当的亮眼 那在Ford后面的话就是Mercedes-Benz 那这个品牌的话 单月销售是2680台 市占率7.7% 表现来说的话也是终于恢复正常 而且可以说这个月相当的不错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是刚好做到了整个市场的平均值 那和上个月相比也有接近33%的成长 那第五名的话是Nissan加Infinity 它的单元销售2572台 它的市占率7.4% 和去年相比呢有大概做到120%左右 但是呢和上个月相比大概和Toyota是一样的 大概都七成一左右的一个数字而已 那第六名是B&W1628辆 市占率4.7% 那相较于无论是上月比或者是去年比都是成长的 所以证明说这个月B&W的表现是算还不错的 那Lasers的话 Lasers上个月冲过头了 这个月只有上个月的六成左右的销售量 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有高达六成的成长 所以虽然看起来上月比的数字是衰退的 但是呢实际上今年是颇有斩获的 那接下来Volkswagen Honda 还有Suzuki 跟去年相比的话也都是成长的 特别是Suzuki Suzuki 在Gimini 大量到港交车之后 跟上个月居然有冲出了超过22%的成长的态势 只在上月比大家都是衰退的状况之下呢 这一项堪称几个比较值得庆贺的品牌 那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 也有超过三成的成长 所以表现相当不错 那在进入各车总分析之前 当然本月的重点我先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这个月呢当然是刚好一半是进入民俗月 所以是传统的销售旺季 那当然销售数字会比上一个月完整的 民俗月前完整的一个月稍微来的衰退 但实际上大家也冲的还不错 跟去年比较起来都是大幅成长的 那其中几个比较亮眼的 包括刚刚为各位说明的Ford 在KUGA大量交车之后呢 和Focus可以说两根台柱 并起了Ford的整个销售量 市占率一举冲到了9.4% 也冲到了市场品牌总排行的第三名 所以这成绩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是最近有比较衰退的Suluki 但是在Gimini这一台纯种月野车 大家等车等了非常久 一下交了超过500台之后呢 也创下历史新高 那当然除了这个Gimini的历史新高之外 也连带拉抬了Suluki这个品牌 这个是我觉得本月市场上最大的一个重点 那接着我们一个厂一个厂来看 首先来看的是第一名的Toyota加国产的国锐 几个车子大概都是成长的态势 如果跟去年比较起来 但成长最多的呢 我们可以从图表的左侧看到右侧 那成长最多的是在比较右侧 数量比较少的国产Camry Camry这个月卖出了将近250台左右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做到去年同期的269.6% 可以说相当惊人 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台车没有办法符合六期了 所以现在是最后出京的阶段 所以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 好那接着我们再回到左侧来看 销售的这个第一名当然还是Altis Altis从上个月的好成绩到这个月 一路都延续下来 虽然2741台看起来比以往 过去几年来的少 但实际上跟去年相较的话 成长有86.8% 也算还不错 那RAV4的话这个月是少一点 但是也有破2000台 接近2400台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也是成长的 Sienta虽然没有破千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有4.3的成长 Yaris的话跟Vios也都是 绝对数量看起来不多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都是有很大幅度的成长 那进口的Camry也是有稍微的成长 但绝对数量只有170台 唯一一个比较下跌的是这个Alpha Alpha因为它刚好遇到这个年式的切换 那这年式的切换呢 它有引擎动力上面的切换 从以往的3.5升V6大排气量 变成了2.5升的Hybrid的油电系统 所以我在想可能是车子刚好在交接 所以稍微有点衰退 但是绝对数量还是表现不错的 那再来看第二名 中华CMC跟Mitsubishi 来看的话 也所有的车都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都是有大幅度的成长的 也让整个品牌跟去年同期相比 几乎是倍数的成长 那其中表现最好的 大家看左侧 当然还是林立 Verica这台车销售破1300台 那德里卡呢 紧接在后是卖出了785台 那德里卡其实改款之后呢 当然有一段时间上市初期 好像表现发挥不是那么样的足够 但是在近期 它的产品的广宣策略稍微调整之后 又重新获得了我们 这个商用车市场买家的认同 所以最近这几个月看起来 销售都算还蛮顺利的 那Zinger呢 650台算是实力发挥了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成长幅度算蛮大的 那再来看沙场老将Copras 破500台 做到去年同期的超过400% 相当惊人 那Allander也超过400 那Lancer的话更是超过2000% 无论绝对数字和成长率 我觉得都还不错啦 那进口的Eclipse Cross的话 算是持平的一个销售 那总之这个月 中华的销售我认为在 一半的正常销售期 一半是进入民俗月的时候 算是还蛮亮眼的 那再来我们看到福特六合跟Ford 这个算是八月份销售的重点在重点 我想大家已经看到很多网络上及时的报导了 的确我们上个月说明过 在KUGA开始大量交车之后 这个月交车交了1540台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成长是做到去年的634.4% 相当相当的惊人 KUGA现在已经变成是中型SUV的一个主流车款了 虽然没有像RAV4绝对数量这么多 但是呢也是坐三望四 那再加上这个月刚好是CRV的小改 那旧款车CRV在上个月已经清空了 所以CRV这个月的数字非常非常少 所以让KUGA登上了国产SUV的销售冠军宝座 这一点是相当值得庆祝的 那在KUGA上市之后呢 Focus它也没有掉哦 它这个月也做到了1250台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已经是大改款了 跟去年同一相比 有56.1%的成长 所以这两台车加起来 就已经2000多台了 将近2800台的数量 所以撑起了Ford的整个销售量 而且这两台都过产车 所以对于整个品牌的营运是相当的有帮助的 那当然进口车 Ranger和旅行家也都表现得还算持平 特别是旅行家现在据说还在欠车 那这一波的国旅好像对这些车型都有一些帮助 我们也希望大家的景气能够持续的维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Mercedes-Benz 跟去年同一相较 做到去年同期的145.4% 刚好跟市场的平均值是一样的 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哪几台呢 表现最好的 一样是GLC现在是它的台柱 卖了快900台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水货 但是成绩也是不可小觑 那C-Class就只有做到400多台 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比较下跌的 但是绝对数量还是有的 那E-Class有300多台 S-Class还有成长 那A-Class的话当然是新的大概款 这个卖得还不错 236台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做到了363.1% 算是表现非常好的 Mercedes-Benz在前一阵子 比较低迷的状况之下 这个月我觉得是正常发挥了 而且以一个这么高价的品牌 做到第四名 总排行第四名的成绩 我认为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当然水货推波助人不小 再来看Nissan加Infinity Nissan的话 这个月的台柱单还是Kids Kids卖出了1,215台 那和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是有超过六成七的成长 所以表现还算不错 那据说现在的销售 其实着力蛮深的 大家都知道因为下个月 Cola Cross就要上市了 所以Kids用了这一段 这两个月抢了不少单 所以看起来 这个先发制人 成果还算不错 那连带着X-Trail的话 也会有破400台 这个是在Kouga CR-V 还有RAFO这三台之外 二军算是表现最好的一台车 这个产命寿命末期了 还能卖这个量 也算是相当的厉害了 那Tida的话也有破400台 这个还不错 那其他的 无论是Livina或者是Centra 这个都已经出清了 所以大概数量都比较少一些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B&W B&W这个月也算表现不错 前面有为大家分析过 它的去年同期比的话 是超过市场平均值的 成长了56.4% 那我们来看哪一些车 是有比较惊人的成长 那三系列的话 现在又回到成为了B&W主力了 因为318入门推出之后 200万左右的价位 其实找回了B&W三系列过去 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卖的还不错 350台左右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做到了258.5% 表现是不错的 那一系列的话 和二系列也都表现不错 那比较可惜的是 它的SUV车系 都是呈现比较下滑的态势 但是7系列跟S-Class一样 逆向上涨 好奇怪哦 这些老板为什么 都现在在买车呢 值得再研究了 那再来我们看LASUS LASUS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成长了接近六成 那当然跟上个月相比 有一些衰退 但是实际上绝对数字做得还不错 那市场的主力 当然还是NX哦 NX卖了678台 那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成长45%超过了 那US的话车就比较少了 那其实现在 它陆陆续续 也是在做切换 那特别是有一些 以往大家喜欢的 小排量的涡轮引擎 有一些车不会有了 所以这个大家现在 我不知道看到这影片之后 还买不买到车啦 要把握机会 好LASUS的话我想 本月的表现算是还不错的 那Volkswagen的话呢 Volkswagen的话表现算持平啦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是成长的 那主要的成长呢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Cady 和Turane 至于这个主力的车种啦 还是Tiguan这一台车 破400台 所以表现算是还不错持平的 跟去年同一相比的话 这个成长的幅度就比较没有那么大了 那关于其他车的话 也有一些衰退的 那T-Cross这一台车 跟去年同一相比算是竞争价的车 但是实际上它卖的数量比较少 在这个月才54台 所以对于整体的成长率 影响是不大的 这一点比较可惜 好 再来我们来看台湾本田 这个我想值得花一些时间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跟去年同期相比 一样成长接近20%左右 但是呢 跟上个月相比算是衰退还蛮多的 那几个车子 当然主要是台铸CRV CRV这个月只挂牌了117台 可以说非常非常少 几乎只有以往的零头 那上个月我记得是破2000台 那上个月其实旧款车都出清了 这个月剩下一些上个月来不及交的 领牌领弯就没有了 那紧接着呢 就是9月份要开始充小改款的CRV 然后预估9月份就会回到千多台的水准 所以我想这个月是特例 但是呢 在CRV这个主力几乎没有交测的状况之下 Honel的品牌跟去年同期相比 还是有接近两成的成长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月的市场跟去年同期相比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HRV我觉得也是算是一个异类 因为照理讲它的产品 有一些配备不是现在市场上主流想要的 一直欠一些ADAS 但是每个月还是能够维持大概600台左右 大概是Kiss一半的销售量 我认为算是守的还不错 不过我想前线应该会很辛苦 但是有这样的成绩如果以结果来论的话 我认为是还不错的 是值得欣慰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Suzuki Suzuki的话其实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Germany本月大量到港交车了 挂牌了572台 相当的夸张 可以想象一个纯种越野车 也不便宜 可以一次挂牌接近600台 这个我觉得也是台湾奇迹 跟去年同期相比 1733.3% 哇这个相当相当的可怕 但是撑起整个品牌 但这是其中一台的 包括Carry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基本的量 155台 我觉得也是做到基本的水准 而且是竞争家的 但是其他的以往的主力车种 就真的比较担心 像Vitara 它只有做到去年同期的 不到三成了 那SX4也不到八成 那Ignis当然已经没有车了 那Swift也没有车了 所以非常可惜耶 这个品牌如果说下个月 没有Germany撑的话 那我想成绩可能会 有点令人担心 这个产品策略可能要赶快加把劲 看有没有新车可以持续来导入 好以上是我们针对前十大品牌 八月份的销售来跟大家分析 八月份确实是上很蓬勃的一个月份 那你对这个月的销售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也欢迎利用影片底下来做留言 那当然如果你想知道 各车型各车系每一个集区的排行的话 也欢迎利用影片底下的连结 点到我们Savencard小汽车观点的网站 每个月都会固定有新车销售的标格数字 跟大家来做分享 而且是业内最详细的 所以这个也欢迎大家来点阅 好有什么意见 我们下面讨论 那我们就下个月见了 拜拜 拜拜